天天在这吃狗粮,自己的身体也吃不小啊,给自己点点好的吧 直接给倒到碗里了,这看的也太香了吧 这个里面有肥肠有臭豆腐,那是不是还少了一个伙伴呢 还有一个大大的榴莲,这算是我的榴莲出题案了吧 就这味道,隔壁都凑醒了吧 这个榴莲该怎么开呢,我们有经验就直接这么扒开就行了吗 就开出了这三块,我不知道这个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啊 我也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剩的 来一块这个小肥肠啊,今天的肥肠脑袋就算我的了 来一块这个小臭豆腐啊 这个榴莲我真的是有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不好的印象啊 小时候我班主任就特别喜欢吃榴莲 然后他就有一回往我嘴里硬塞了一块 然后就,我这个阴影到现在还有,到现在我都没敢再尝试过 让我们勇敢牛牛,无怕困难的尝一口吧 这个味道真的是太微妙了 嗯,我没有吃出来啥味道,我再尝一口啊 就,就是这个跟闻着的味道差距特别大,就是吃起来甜甜的 我的榴莲出体验应该还算可以的了 我觉得我下一次可以是挑战螺蛳粉榴莲和抽豆腐放在一起吃 哈喽大家好,我今天替我妈来参加她朋友孩子的周岁礼 然后现在准备的大红包和我大姨一起来的 现在就是祝他们生日快乐 然后就是一会就是抓粥 抓粥活动吧 现在开席了,先吃下小四喜丸子 诶,吃狮子头二四喜丸子呢 再来一口这个大虾 又上了一个鱼,来一块儿 吃完这大鱼,来一个糖醋骨饶肉吧就是 来一口小牛肉 这个是什么饼呢,看着像大板烧啊 再来一个小扇贝 来吃洗这个地方最出名的就是冷面了 给他们拌一拌 见过放黄芥末的冷面吗 再给他们拌一拌 制造一拌,就还有跳舞表演 这个冷面都是鲜压出来的 比较味道还是蛮不错的 过来逗逗小孩玩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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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啊 又是到了回水阳之后美洲进行的 哦,踩到泥巴了 美洲进行的我们的放松日活动 今天我们来吃的是水煮鱼 先来一点这个绝根粉 是叫绝根粉吧 这个夹到碗里之后是更不好夹的 这个小里脊还挺好吃的 就刚才吃了一个 它里头那种肉很直 有种咸蛋黄的那种香味啊 这个笋丝肉丝好好吃 可能因为我特别爱吃笋吧 一大盆的这个水煮鱼 哇,看着太香了 这上面的鱼是那种焦焦的 下面的肉还是很嫩 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 全部都吃完了 然后现在准备到街对面打车 因为今天姐夫不太舒服 然后就自己打车回家了 大家好 我原祖食品大家都听说过吧 这不是马上中秋了 他们推出了一个中秋礼盒 今天就买来尝一尝吧 今天我们是有目标的 就买这个拖拖西月的礼盒 里面是有六个流星奶黄 和六个流星黑小的一个礼盒 这个礼盒我是准备买两份 一份留着自己吃 一份留着送给长辈 这个礼盒还是这种有拎带的 可以直接拿走 然后这还有一个小月亮 是不是送礼就特别美观呢 现在到家了 然后虽然还没有到中秋吧 但是没有规定 没到中秋节不能吃月饼是吧 让我们浅浅的来吃一下这个小月饼 话说这个小毛球真的是蛮可爱的 手感也软软的真棒 哦这个月饼打开了 让我们今天吃的是这个流星奶黄口味的月饼 能看到里面图案吗 是一个小兔子 让我这个熟兔子的人特别喜欢啊 让我们咬一口尝一尝啊 看到中间这个流星了吗 看的太哇塞了 这个中间是咸嫩黄的味道 然后加入了奶香咬在嘴里一口香香 接下来尝一尝这个流星黑巧口味的 相信不会有人不爱吧 这个流星黑巧的话 我准备放到盘子里去微波炉叮十秒 看见照我说这么叮十秒钟 它会变得更好吃 那我们先来叮一下吧 尝一口啊 这个流星的黑巧是法国62%的黑巧 是一丝丝的苦味 是我这种不喜欢甜巧克力的福音了 吃这一口流星巧克力真的是爱了爱了 今年买的这一份月饼真的是太深了 我吃了这么好吃的东西 当然要跟家人分享一下了 沿着这一盒的月饼给他们送过去了 今天是快乐天 拜拜 哈喽大家好啊 终于要回家了 现在落地了真的是太冷了 我看到我的箱子就在前面了 就在前面 过来排队做一个核酸 然后准备打车回家了 到家旁边跟大姨说饿了 他就带我来吃烤肉来了 继续开始我们的烤肉 把这个烟筒往下放一点 今天的航班他们有航班团 真的是饿死我了 赶紧快点这肉什么肉能好啊 赶紧吃一块 他们要把这块肉剪下来 就这种肉一定要大会吃才过瘾 这个肉应该是好了 现在把它放到这个酱汁里头 沾满了海鲜汁的肉一口吃药 嗯 换到干条里来一个啊 哇 烫烫烫烫烫 我来一个五谷辣鸡爪 很久没有吃踢的这么干净的五谷辣蜂爪了 这个真的是辣点的话那是太完美了 下一个我们再烤的是这个牛上岛 这个五花纹可能还蛮不错的啊 现在就在等这一拨的肉熟了 上一拨肉我们吃的太快了 这种上岛你们能看到吗 就旁边这种焦焦的才是最好的感觉 沾上干条啊 这种烤酒店就是那种那种病人会有特别有嚼劲啊 万物皆可强拌 这个是强拌素鸡 配的是葱和素鸡来一点 吃早烤怎么能不配冷面吧 但是今天我的冷面伴侣 我大姨今天他不点冷面 就只能自己吃这么一整份了 今天这个是酸甜口的冷面 这边也是依旧鲜喝口汤啊 酸甜口的冷面就不需要调味了 加点这个辣椒面就可以了 给他们拌一拌 把冷面和烤肉在一起啊 这个是烤肉景仁类似近头八脑的呀 特别有嚼劲 而且还有那种油香感啊 小小的牛腊条 他们的持续战斗力真的是太久了 他们又烤了好多盘肉 我真的是吃不动了哈 然后就让他们自己再慢慢吃吧 我准备回家吃了 今天是快来天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今天做梦都梦到吃火锅了 我所以接近今天来吃火锅 这个锅底真的是我每次来武汉的时候的 我第一个想吃的东西 真的是不能错过 然后就是一顿操作猛虎的点餐环机 一桌子的菜已经点好了 然后我现在准备取巧我的酱料了 这家店的小辣椰居然没有沙茶酱 感觉我的秘制酱料少了点灵魂呢 但是这边有一个酱是我没听说过的啊 燕麦青椒酱 放一点尝一尝啊 搁点搁点 这家店没有沙茶酱 我这个之前的酱料就缺少了一丝灵魂 然后又赔了一个芝麻酱的酱料 虽然很稀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 鸭血不好熟 我们就先把这个鸭血给下里头 刚才自己偷摸下了点午餐肉 沾上这麻酱酱料 哇 再来一片沾这个酱料 哇真的是太棒了 刚才下的鸭血拿出来一块 然后沾上这个辣椒面 鲜鸭血就是嫩了 每个酱料沾一份尝一尝 第三份酱料 嗯 就结论而说我更喜欢这个蘸干碟的 有那种特别辣的感觉 然后这个鸭血还特别嫩 每次就感觉午餐的这个藕片 就特别的好吃 特别的甜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是心理作用吗 把我们的鸭掌下到里头 鸭掌时间等的比较久 下一点肉肉吃 下了三片肉一杀手就只剩一片了 不知道在哪慢慢捞出来哈 一片 两片 我的第三片 哎找到了 给他们裹上酱料之后一口吃到的快乐 真的是太开心了 我的小鸭掌 炸到里头 刚好成成的一个小凹槽 接住了我的这个酱料 直接一起吃掉 这个锅底下这个鱼片真的巨好吃 但是有点不好吃 直接倒下去啊 最后吃鱼把来点汤 哎呀自己一个手那么超过 有点麻烦啊 捞一点鱼肉吃起吧 这个人是真的能吃啊 我刚才点的那些都吃完 他又点了一部分菜已经下锅里了 但是我真的是吃不动了 让他先自己等着吃了 毕竟还要留点肚子 晚上吃小鱼 回去的路上又买了一个绿豆汤 冰冰凉清热解暑 晚上还有一锅的小鱼虾在等着我们 要扶不及来去吃虾子了 今天有快乐一天 拜拜 今天咱就是说开开心间接西姐 然后我们被居家隔离了 调整理事 该长点还是长一家 到了晚上就是我们的下厨事件 这是两省有做的红烧猪蹄 咱就是说咱做饭嘎嘎好吃 绝对不能被他俩比下去啊 先来点料酒和姜 给他这个排骨去一个腥 因为只有这一个锅 然后我们比较饿 然后我就转移到这边店锅 来做我们的小排骨了 把排骨煎到这种微微焦的程度 今天咱就是说做一点不一样的 拿小米辣 给它狠狠的撒上去 倒一点生抽 老抽上色 注入我们的灵魂快乐水 各种各样的调味量已经能放好了 现在就放它 让它去在那炖一会吧 不知道等了多久 我们这一桌的菜终于是好了 可以开吃了 来请我们乔前之喜姐 干拜 先来一口小酱做的这个大猪蹄 一口就把猪蹄上面的肉 全都给涂了下来了 真的很爽 接下来再来尝尝这个虾米炒白菜 看到我西姐做的这个糖醋荷包 在色香味俱全啊 尝一口不知道怎么样 但就是说真的是绝了 我们现在要开这个大龙虾了 来一口这个分道的龙虾肉 再来一口我做的这个小排 今天的这个创新做法非常成功啊 最后来一个小胖孩 能看到里面黄特别多吗 满满的都是黄 可能是因为我们太无聊了 平时我们都会抹上到第二天收拾厨房 我们现在已经给收拾的干干净净了 该准备睡觉了 哎呀今天是快的一天 拜拜 大家好 我前两天吃了一个外卖 感觉挺好吃的 今天再接着他们去店里头尝一尝 这家店怎么样吧 到店了先给自己点一个小饮料 我们一桌子的吃的都已经上来了 这个是我点的这个青咖喱 先来吃下这个小鸡肉 是拿荷叶做的 再来吃下这个焦麻吉的酥饺 里头就是那种青花椒的味道 特别的辣特别的贵啊 嗯 跟我平时点外卖不太一样 这个店里头它是得需要单点米饭 然后姐姐点的是菠萝炒饭 我就拿过来一点过来一起吃了 上次吃完那个青咖喱之后 真的真的就感觉青咖喱真的好吃啊 配上菠萝炒饭也是很不错的意义 看一下这个泰式生鸭虾不好夹呀 这些一口吃掉 这种酸酸的感觉很不错诶 来一口这个芝士牛肉饼啊 加了刚才上面那个自己吃底头的配料之后 感觉这个就有种吃Tia的味道了 这个是马来西亚沙爹鸡肉串 之前看了马来西亚的Vlog播主 我就看着吃他们吃一个感觉特别香 子依也来过过野了 然后开始收粉了 我们解决的特别快啊 就只剩最后一个芒果糯米饭了 但是我又不能吃 吃完饭我们一起来看脱口秀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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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